1997年6月,有一则香港新闻,亚洲第一熊毒蛇不敌香港女蛇王,佩图是为女孩面带笑容单膝跪地,手举四米长的过山屋。 这个女孩就是周嘉玲,早已淡黄的简报,至今被她贴在自家店铺蛇王鞋的墙上。 这间位于深水部的老字号是女城副业,以卖蛇根、大礼汤文明街坊。 时间过去22年,周嘉玲回忆当时的情形仍然心有余悸。 事发于西贡水井基地,警察请她帮忙上船抓大蟒蛇。 她拿着布袋、手套和抓蛇叉就去了,到时才惊觉这不是蟒蛇,而是有亚洲第一毒蛇威名的过山屋,被咬一口,五分钟内必死无疑。 周嘉玲很快冷静下来,让人群散开,计划如果万一失败就跳海逃生。 她眼睛手快,一下插住舌头,将舌捕获,算是有惊无险。 整个消防后这样,我发觉这里这么大的毒蛇,还是过山屋,这是世界最大的毒蛇来的,所以我都很害怕。 我当时想到有三个方案,正如我刚才介绍的那个,现在这条蛇捉了出来,剥了牌牙。 那这个阿蛇就跟我下去那个艇,捉蛇那个阿蛇了,就是这个了。 那她说,条蛇有多长啊,就是12尺长这个罐,那她捉捉是有一个玻璃瓶那么粗的身。 十三岁就跟着父亲入行的周嘉玲,功课做不好,她觉得自己很没用,却在蛇铺工作里寻回快乐。 周嘉玲表示,并不是天生就无惧蛇,她认为要敬畏蛇,小心去对付它。 如今的她已经完全不怕蛇。 周嘉玲顺手就从身后的蛇箱里摸出一条眼镜蛇,长挂在手上,不时舞动几下。 神色如常的说笑,铺内一众时刻,吓得面色大变,连连后退。 我怕蛇的,我初初来到我没见过蛇的,我只是我爸爸和我妈妈带我来, 叫爸爸出来喝茶,请我们喝茶,我就在那里看,哎呀,蛇铺铺铺铺铺铺。 你叫我摸,我是明摸,我进来第一日,我才学摸蛇。 做得多就不会害怕,对得多就不会害怕。 那时候,我的蛇走出来,我和师兄,一个持着手帕,一个持着地拖,打着蛇,越打越追我。 可能知道我们害怕它,越打越追,追到我们在那里叫救命,我爸爸走来, 撞,捉我条蛇啊,给我拿声捉回来,猜跑。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周嘉玲会去酒楼表演蛇舞,电视台和电影公司都争相找来, 请她上欢乐经销等节目,或交演员与蛇作对手戏,一度风靡香港。 周嘉玲说,她曾像一个小明星,但又拍拍自己的小肚男, 说毕竟自己不是科班出身,如今已经不再公开表演蛇舞。 跳舞那次呢,是刚刚无线电视呢,是访问着我, 那她访问我呢,那可能又见我,好baby face啊,又年轻啦, 哎,不如你跳个蛇舞啦,那现在我跳都这么大个头, 蹬蹬都跳不到,不是那么漂亮啦,跳得, 因为我都不是一个表演者,是吧, 我只有一个是一个蛇妹而已。 与蛇共生这么多年,周嘉玲也不是每次都好运, 她手上有一块几乎穿透手掌的黑巴, 那是2005年被舞布蛇隔着布袋索咬, 当即血流不止,手臂肿成大包。 家人都以为她肯定熬不过去了, 甚至把兄弟姐妹叫回来见最后一面。 她镇定的指挥家人熬中药给她喝,控制毒素扩散, 考虑到内地医院治疗蛇伤经验更多, 当即立断租车从洛马州过关, 开往东莞一间医院治伤。 去到关卡长龙, 我叫她家,亲 Wer��들卒弟们认 Nom defence, 她去了那些特别招待的, 想说似的特别人缘可以进出关口的, 没有什么人排队的。 她说有个伤芸, 恐怕会被蛇咬掉ウバ、уж白, 急救。 那个关元一看, 看我看, 拿着搭乘证件, 看我。 他拿了身份證來 去那些特別招待的 我不會說那些 特別人員可以進出關口 沒什麼人排隊 他說 我有個箱子 被蛇咬親 要進去急救 那個關員一看 看著我 拿著搭證件 看著我 然後我舉手給他看 那個人說 完了 然後叫個大小小過來 那個大小小一看到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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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可以很害怕 你控制你 不控制你自己的情緒 你很害怕都可以 你周近的人就比你更加害怕 因為他害怕是幫你不上的 你明白嗎 只要你自己去想辦法怎樣幫到自己 私立套身後 周嘉玲也想過放棄 更何況 賣蛇不是一個很正勤的職業 養食成本也越來越高 香港可以進口蛇的數量逐年減少 年輕人對於蛇肉 蛇膽的接受程度也在下降 他決定 未來發展方向是做蛇肉美食菜肴 朝著安全吃蛇肉的路径發展 牆上的磁磚 蛇酒的招紙都還是老模樣 高過兩米的蛇箱也還是父親親手設計的那個 周嘉玲熬過了非典孔蛇時期 熬過了一個有一個夏日吃蛇的淡季 生意右肩轉機 就像當年他賭氣要向母親證明 要入行並不是三分鐘熱度 一坐就是很多年